女性柱欣已在2021年底诊断出罹患乳癌 随后进行了乳房切除手术 直到今年1月才完成18次化疗 如今已经完全康复的她 日前在节目中透露当时自己每三个星期 就要进行一次化疗 而且一次的费用就要10万 意味着她总共花了近180万的化疗费 她谈言自己从来没有在镜头前提过这个价格 当初得知治疗费用后就开始感到紧张和担心 要是因为治病耽误到事业的话 很可能负担不起这笔费用 此外她也透露因为家族里 从来没有人罹患过癌症 所以自己只购买了很少的癌症险 因此申请理赔时根本没有得到多少钱 导致她手头紧张 幸好助心意检查其他保单后 发现还有一点理赔才松了一口气 事后她决定仔细地帮孩子购买保险 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定期做体检 以及确保自己有足够的保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